同样都是四十岁,有的人看上去精神满满,容光焕发,整个人看起来朝气蓬勃,而有的人,挺着个大肚子,不是有着脂肪肝,高尿酸,就是血压高,尿酸高,整个人,精气神都不如人,一下子显老十岁,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人家为啥看着就是年轻菜,在为啥总与人显老?当然,显不显年轻,健康不健康,与很多严肃有关,比如是不是经常运动,生活压力大小,工作行举等等,四种常见食物,每吃一口都在吃你老。 一,炸鸡,薯条等油炸食物,炸鸡,薯条,春菊人,这些食物吃起来,又香又酥,很多人根本就抵挡不了那个诱惑,但你需要知道,在外面买的油炸食物,如果吃一些无聊生意人,使用劣质油制成,得多可怕,再有一点,如果用同一锅油反复炸食物,一些有毒有害物质也会随之产生,比如反式脂肪酸, 脂质过氧化物,这些物质会增加集体,自然抵抗衰老和肝胜代谢的压力,更会优伐心血管疾病科肿瘤等健康问题。 一,油炸食品也不是不能吃,建议一星期不超过一次。 二,为了避免买到某些不良商家,使用劣质油炸出的食品,尽量去正规定家购买相关食品。 二,饼干,蛋糕等,还反式脂肪食物。 说到反式脂肪食物,那必须先要了解啥叫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指的是对植物油进行轻化改性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不饱和脂肪酸,作为一种人工合成的脂肪。 它比液态天然植物油好储存,价格又比天然动物脂肪低,并且保质期较长,口感好,被广泛应用于制作饼干,蛋糕等食物。 综合起来看,反式脂肪都有着很多优点,但它有升高患心血管健康疾病的风险。 几年来研究发现,反式脂肪能降低高密度质蛋白的水平,让血小板更加粘稠,容易形成血栓,导致心脏病发病率升高。 为了增进心血管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笼组织,就曾建议控制这入膳食中的反式脂肪酸。 1.反式脂肪多藏在这些食物中,奶油面包,饼嘎,泡芙,油酥饼,蛋黄炭,树桃等,建议少吃。 2.在购买包装时,如有配料表上成分的清化某某某油,植物黄油,酥皮油,起酥油等字样,多为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可以注意鉴别。 3.奶茶,果汁等含糖食物,糖。不但小孩吃,大人也吃,即使有些大人觉得自己不爱吃糖,但是也会在无形中吃下不少甜食,添饮料。 3.比如奶茶,咖啡,果汁,那里面的糖也是真的多,但对胶原蛋白来说,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糖化作用会让胶原蛋白烈化,从而导致皮肤弹性降低,肤色发黄。 4.有人看上去更显老,长期大量是用甜食,也会扰乱人体内分泌系统,有发痛风,糖尿病,洗脑虚管疾病等慢性病,让身体提前衰老。 5.喝醇果汁不如直接吃水果,如果非要喝果汁,建议控制在一杯一次性杯子的量以内。 2.在喝咖啡,豆浆,奶茶时,建议受加或不加糖。 4.油条等含乳食物,很多人会说油条要少吃,一是因为它是油炸食物,二是因为听说有的制作人会把鸣盘添加到油条里。 这里特别说下鸣盘,为啥有人要将鸣盘到油条里?为了让食物变得更横松,口感更好,油条,白花等油炸面制品,在制作时会被人添加含乳添加剂如鸣盘。 这些食物加入的鸣盘等天降剂,还有不能被人体吸收的鸣元素。 当我们吃进这些含乳食物,鸣的体内累积到一定量,可能会影响神经和骨骼系统健康。 加速人体衰老,这次很多商家已经推出不含鸣油条,建议喜欢吃油条,也可以购买这种放心油条。 但不论怎么说,油条还是一种油炸食物,还是不建议多吃,多吃一类食物。 让你看起来年轻十岁,除了这么多不健康的催老食物,有没有什么食物能反过来抗衰老呢? 还真有一类,那就是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 人体内的维生素C,维生素E,胡萝卜素等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它们可以有效地对抗和清除自由基,是一种很好的抗衰老物质。 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会让这种物质有相对短缺的时候,如果能从食物中适量补充,就可以帮助人体抗衰老,防衰老。 一般抗氧化剂都存在于颜色深的蔬果中,颜色越深,蔬果所含的抗氧化剂越丰富。 Tips,日常饮食以食物多样化,优先选深色为原则。 一,多吃当机的食领食物。 二,饮食多样化,每种颜色的食物都是两次一点。 三,同类食物,优先选择深色的,比如同样式茄子。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